台湾农历春节廉价结束 周一是开工的第一天 总统府、行政院、监察院等各机关全都降半旗 以悼念南台湾因强震而身亡的114位罹难者 而总统府等原定举行的新春团拜活动也一并取消 2月6日南台湾发生了规模6.4的地震 台南市永康区围观金龙大楼倒塌 造成台南市116死 其中围观大楼114死 归人区2死 令受伤送医者有507人 已出院438人 大陆海协会会长陈德明在事发后的第一时间打电话关切 周一上午大陆国台办主任张志军 也透过与陆委会的热线电话 表达对台南的慰问 海基会与大陆台商春节联谊活动15日照常举行 一开始大家先为地震罹难者默爱一分钟 海基会董事长林中森表示 台商踊跃捐输 所捐助的金额已经将近新台币5000万元 约人民币1000万元 他还说 林中森并说 他有打电话过来 为他慰问 就给我们 这些家庭 他有 每次对师傅的感受爱好 也愿意协助我们 推动场面的工作 所以他先抛断利益 还协费 他建了 不管要求努力 然后 他也呼吁 所有的 两岸事务首长的热线 在去年12月30日的上午正式开通 15日上午 双方也针对台南灾情通过电话 陆委会主委夏立言致辞时表示 实际上今天早上9点钟的时候 张志军主任和我们协装会 通过热线 又通了一次电话 在电话中 他特别转达 纳入领导人 还有他们主理 还有他各级的领导人 对于我们这一次台南 立正的表示关怀之意 同时也说有任何的需要 中国大陆他们随时 愿意来帮忙 我也在电话里 代表马总统 谢谢张主任 也谢谢中国大陆 在过去这段时间 对我们的这个协助 夏立言也说 去年是两岸关系发展 深具意义的一年 马席会彰显两岸 互不承认主权 互不否认治权的互动原则 他也对这次的台湾总统大选 发表感想 夏立言说 希望两岸应该共同在对等政院里面 这项 维护两岸和谐与安全 使两岸和平稳定的制度性发展 可以延续传承 在过去互动金属与货质的成果之上 持续追踪两岸制度化协商 官方互动与生化各地的交流所作 促进了解累积物性 共同维护台海积蓄和平稳定 过去每年都会出席台商春节联谊会的马英九总统首度缺席 到场的副总统吴敦义仅简短致辞表示 由于台南地震 马总统正召集会议讨论灾后重建事宜不刻前来 随后则以另有行程为由 未如以往留下来和台商参序搏感情 只是逐桌与台商合拍毕业照后就离开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苗秋菊台北报道